用说书和插话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夏侯渊 原创视频也是真不容易 请大家多多支持 为什么说夏侯渊擅长千里席人呢 这跟《红楼梦》没关系啊 历史上夏侯渊的作战风格就是冰鬼神速 按夏侯渊一生战绩来看 这将掠值得有九分 可是最终瑞哥还是给了他爸 因为曹操需要一位宗族大将来虎步官幼啊 所以真正的梁将 张和徐黄等人配合着一起造了这颗将星 夏侯渊一直很努力 但还是翻车了 整片开始 夏侯渊自妙才 是西汉开国名将夏侯英的后人 夏侯敦的足弟 不是堂弟啊 更不是亲弟弟 所以夏侯敦父 关夏侯渊什么事 敦个家大业大 14岁杀了辱骂他老师的人 地方官府都不敢管 但是夏侯渊的贫穷啊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魏略记载 夏侯渊在老家穷得没饭吃 为了养活侄女 弃养了自己亲生儿子 真能穷成这样 夏侯渊可没空跟你翻尔赛啊 夏侯渊从小家里穷啊 桥县大户人家的少爷曹操 在桥县犯了案 曹操将来是要举笑脸做官的 不好有案底 于是就请一位穷亲戚 去顶下重罪入狱 就找到了夏侯渊 然后曹操在外围活动 把夏侯渊捞了出来 我的历史顾问 巡洋贤鱼有一个合理的脑洞啊 正因为夏侯渊替曹操顶罪 曹操才会愿意帮一把穷亲戚夏侯渊 帮他解决了婚姻大事 女方呢是丁姑娘 是曹操妻子的妹妹 原文是内妹 有两种解释 小姨子或者是舅舅家的表妹 一般来说呀 都认为夏侯渊的妻子 是曹操的小姨子 不管怎么说 都是丁家人 曹操和夏侯渊成了连结 那既然和曹操搭上了线 怎么儿子还会饿死啊 按史料记载来说呀 夏侯渊有八个儿 就算她一个闺女都没有啊 夏侯渊这生育速度也是够惊人的 快赶上炎凉了 少看冷淡熊啊 对您缓解失眠没什么帮助 夏侯渊嫁穷啊 很难纳妾 这么说呀 嫁给钢铁直男夏侯渊的丁姑娘 可是一点没闲着 就生养孩子了 而且夏侯渊的弟弟早逝 夏侯渊还帮着养育了侄女 黄金之乱后几年 饥荒席卷 眼周欲周 夏侯渊家孩子多呀 负担太重了 曹操在外当官 讨黄金 家里的事情根本顾不上 曹家和丁家平时接级一下 但也不可能完全帮夏侯渊养孩子呀 汉末年景不好啊 粮食不多 我们都爱说自己吃不上饭 没想到你 你是真的呀 就这样 夏侯渊为了养活侄女 弃养了自己亲生儿子 就是为了弟弟有个后 怎么不去曹操家借口吃的呢 钢铁直男呢 不愿意总麻烦别人 后来啊 曹操起兵反董时 重要的帮手是夏侯墩 墩哥出拳出兵 是大卫集团原始股东 夏侯渊没钱 就只能出力了 史书上说夏侯渊呢 当了曹操的别布司马和齐都尉 就是单独领兵的军官 但我们知道呀 夏侯渊没钱组建队伍呀 那就只能是曹操照顾他 给了他一支部队 曹操还把齐兵交给他指挥 可见曹操也是在尽力提拔这位连接兄弟 但在曹操创业早期 夏侯渊并没有更多建树 这并不影响夏侯渊升官啊 曹操迎接县地定督许县时 开始大肆封赏夏侯曹兄弟 夏侯渊拿到了陈刘太守 后来陈刘太守呢 给了夏侯顿 夏侯渊又担任颖川太守 要知道许都就在颖川呢 夏侯渊可以说是许都版的私立校尉了 在关渡之战期间 夏侯渊行都军校尉 陪伴在曹操身边 公元220年 夏侯渊的侄女 14岁还在山上砍柴 被张飞掳走 夏侯渊无能为力 这位侄女很可能就是夏侯渊放弃亲子养活的那位 夏侯渊此时已经坐过影川太守 又是都军校尉 很难想象啊 他这种身份的人 家庭啊 居然仍然贫困到 侄女还要出门干活的地步 这对于同时期的夏侯顿曹洪曹仁来说 是多么离谱的事啊 夏侯渊养育那么多孩子 但他并未用自己的公职为自己谋私利 以改善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 这一点呢 与曹操很多亲戚不同 比如曹洪啊 丁匪啊 和汴夫人 曹洪家里富裕的让曹操都感慨啊 丁匪是丁夫人的家人 非常贪财 做官多年经常被人检举 在军队里呢 又去探务搞钱 最后被人检举揭发免了官 曹操家汴夫人的兄弟也是如此啊 汴夫人想替兄弟讨个官做 还被曹操怼了回去 曹操说呀 是我曹操的小舅子 已经是他最大的荣耀 还想要什么 你平时私底下给的还不够吗 夏侯渊不肯麻烦别人 甘愿清贫 只愿意建功立业来博取功名 袁绍战败后啊 曹操派夏侯渊去督办 演御徐三州的军粮 夏侯渊顺利完成任务 曹操军的军粮得到补充 有了继续讨伐袁绍的实力 公元204年 建安九年 曹操平济州 随后向青州用兵 夏侯渊也逐渐有了军功 徐州昌西作乱 曹操先后判余进 夏侯渊去讨伐 夏侯渊以从战有功 回来后拜典军校尉 典军校尉 曹操在西元军就做过这个职务 当年呢 帝王作战中军 另外有左军 右军 前军 怎么有前军没有后军呢 因为典呢 其实本意就是殿 典军就是负责殿后的后军 左九间信圣知乎内行 啥玩意儿 前进柴田撤退左九间呢 此时曹操也设中军和典军 按照丁斐故事记载啊 说丁斐的典军校尉 总设内外 这词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可以证明 能当典军校尉 说明深受曹操信任 卫书记载了这段时间 夏侯渊领兵特点 擅长急行军 兵贵神速啊 就是保持军队的高机动力 来寻找或者创造更多的制敌机会 在曹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典军校尉夏侯渊 三日五百 六日一千 九日一千五 好家伙 运速运动是吧 公元二零七年 建安十二年十月 曹操派夏侯渊 督泰山太守旅前 和威鲁将军脏霸等 各路兵马 讨平青州黄金徐河司马俊 夏侯渊也是从这年开始 成为曹操会议下的都将 曹操也确实需要宗卢里再出一员大将 于是就开始了造性运动 妙台 给你几个良将刷斩计 公元二零九年 建安十四年 曹操派夏侯渊去扫除盘踞在卢江的 袁树与党雷旭等人 雷旭被击败后 就渡江投奔了刘备 夏侯渊则因功败 征锡虎军 公元二一一年 建安十六年春 曹操派夏侯渊督徐晃 讨伐造反的太原人商药 夏侯渊和徐晃连续攻克二十多屯营 斩杀商药 并将大灵屠城 又是一幕 人间惨剧 著名的同关魏南之战 夏侯渊也参战了 随后夏侯渊又奉命 赌朱陵 讨伐渔弥迷千两县的叛递 与曹操在安定胜利会师 盘踞在安定的杨秋投降 杨秋是跟马超一起起兵的 关中诸侯啊 此时呢 冀州发生苏伯田银之乱 曹操想要班师 于是放弃了进入梁州 追击马超的机会 而把关中的军事 全部交托给了夏侯渊 可以说啊 到了此时 夏侯渊已经成长为曹操身边 独当一面的重要军事将领了 在魏南之战后 曹操拜夏侯渊为护军将军 正式负责关中乃至关系的军务 防备马超寒碎 平定关中叛乱 张和徐晃 朱陵 鲁昭 殷鼠这些将军 都听命于他 曹操离开关中后 夏侯渊讨伐聚首武官的刘雄明 打通了关中与荆州的通道 刘雄明逃去了汉中 又攻克户县 斩杀了梁星 梁星也是跟马超起兵的关中诸侯之一 夏侯渊的捷报传到夜城 曹操把夏侯渊的军功上报朝廷 夏侯渊得风 博昌亭后 夏侯渊终于是功成名就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彻底清除马超寒碎 但就在夏侯渊积极平定关中之时 逃入梁州的马超也在围攻汉阳继承 梁州刺史维康坚守八个月 夏侯渊的救兵未到 维康选择向马超投降 然后马超率军迎战 并挡住了夏侯渊 夏侯渊本来还要继续进攻 无奈此时 先陷敌人作乱 夏侯渊权衡利弊 还是选择退兵 先去平定关中 马超在汉阳筹备兵马 自称征锡将军领兵周目 督梁州军事 但夏侯渊还是很快战胜了马超 因为马超在进继承时 杀了梁州刺史维康 马超本答应不杀维康 等人家投降之后 却借刀杀人 让张鲁的部将杨昂将维康杀害 借刀杀人就不算杀了是吧 真把大家当傻子后弄 于是等到公元213年 建安17年9月 维康旧部杨复等人 趁马超出城 暗中夺取城池 同时夏侯渊派张和率五千步骑 攻入梁州 马超进退失据 也不敢与张和交战 只能逃入汉中 投奔张鲁去了 随后夏侯渊也进攻汉阳 收取各县城 也在此时 韩岁也率兵抵达 险亲县城回应马超 但马超败得太快 韩岁没碰到马超 但是碰到了夏侯渊 韩岁不敢与夏侯渊交战 弃城而走 夏侯渊穷追不舍 韩岁逃入掠阳县城 这时候啊 摆在夏侯渊面前的 有三处敌情 韩岁控制的掠阳县城 敌人扬千万等人 控制的兴国县城 枪人控制的常理县城 夏侯渊选择用曹操惯用的 唯唯旧照战术来破局 夏侯渊率兵进攻常理 因为韩岁的军队中 有很多来自常理的枪人 此举导致韩岁弃手掠阳 选择救援常理 随后啊 夏侯渊在常理野外布阵 迎战韩岁 当时将军们认为 韩岁带着一群复仇的枪人 挨兵必胜啊 不能正面交锋 不如设营寨 挖壕沟 打阵地战 但夏侯渊说 我们从关中不远千里 到这里作战 就是要一鼓作气 一战而定 不能在敌人的地盘 消耗实力 夏侯渊力排众议 下令全军击鼓进军 果然捅破了 韩岁的纸老虎 大破全胜啊 夏侯渊再带兵反攻回去 轻松拿下掠阳 再率大军 包围了兴国 兴国地率阳千万 吓得弃城而逃 也去了汉中 有一个地率跑慢了 就做了夏侯渊的经验包 这人是阿贵 拿下汉阳之后 夏侯渊又返回关中 在高平 击败了作乱的匈奴人 图各部 获得大量粮食和牛马 夏侯渊的战报 再传至夜城 曹操又向许度 请征夏侯渊节 让夏侯渊 能够在西部战线 有最大限度的军事权力 此时梁州还剩 韩岁和宋剑 两个叛军首领 韩岁在金城苟延残喘 而隆西人宋剑 则在灵地末年 就在河西建立的小朝廷 自封 河守平汉王 到此时啊 已经长达三十余年 曹操下令 让夏侯渊 去解决这个 河守平汉王 公元214年 建安19年10月 夏侯渊率军围攻 一个多月 攻入城内 斩杀宋剑 及其小朝廷的官吏士卒 然后派张和 首辅隆西各地 甚至渡河进入小黄中 各部羌人 纷纷向夏侯渊请降 这次的捷报 传到曹操处 曹操说 宋剑早为乱匿三十余年 愿一举灭之 虎不关幼 所向无前 众你有言 无于尔 不是无也 这就是夏侯渊 虎不关幼的由来 此年 朝廷又给夏侯渊 增锋三百户 并前八百户 本年 曹操开始西征汉中 与夏侯渊约定在 五都夏便会师 夏侯渊先率军 进驻夏便 将周围的 羌人敌人 一一收复 收脚粮食十余万户 准备用作 曹操大军的军粮 曹操抵达修庭 夏侯渊带着 跟随自己的将军 张和徐黄等人 还有梁州封侯的将军 已经倾向的 羌人敌人首领 与曹操见面 曹操非常高兴 每次与羌人敌人首领 会面时 都会要求夏侯渊 也在场陪图 这一次是 这位就是 虎不关幼的夏侯将军 你们心中的心战神 张鲁归降后 曹操令夏侯渊 行督虎将军 让夏侯渊攻略八郡 张和到八郡签民的事 就是发生在此时 但很快 张和被张飞打得 弃马爬山 大败而回 曹操离开汉中时 也获得许多朝廷 给予的 惩治丰败的特权 又把汉中的军务 全部交给了夏侯渊 拜夏侯渊为正熙将军 这个正熙将军 可是曹操当年 梦想的将军号啊 可以说 夏侯渊承载了曹操的梦想 夏侯渊在汉中 积极不防 抵御刘备 刘备先派乌兰雷同 马超张飞等人 进攻五都下面 但被增援的曹洪曹修击败 随后 刘备进攻杨平关 夏侯渊也拒官死守 刘备占不到半点便宜 曹操也率军抵达长安 但因为夏侯渊防备有章法 毕竟古人呢 没有上帝视角 曹操也做了一次误判 认为夏侯渊足以抵挡刘备 所以曹操并未继续西进 同时 关羽在荆州筹划进攻 这也是让曹操没有及时吸进的主要原因 此时 法政皇权劝刘备转变思路 夺回主动权 调动敌军 抢占了定军山 威胁南政 逼迫夏侯渊率主力军离开杨平关 渡河到山下来争夺 夏侯渊果然中计 在山下布阵防守 自己守南围 派张和守住东围 刘备还是主攻东围的张和军队 夏侯渊听为张和行事危急 就亲自率领精兵前去增远 这正中了法政 声东击西之际 大军在围攻张和 刘备则率领少数军队 瞄准了夏侯渊 夏侯渊没有意识到危险 走到半路上 夏侯渊看到山谷里 用来防备刘备骑兵的陆寨 都已经损坏 于是下令让身边的精锐骑兵 去修理陆寨 做木匠活 刘备得到了情报 法政说 可计 刘备立刻派猛将皇忠 率军向山下突袭 夏侯渊的兵马十分精锐 但是皇忠手持武器 勇往直前 身先士卒 筋骨震天 欢声动骨 一战竟斩了夏侯渊 杀得对方大败而逃 皇忠应攻胜任 郑熙将军 夏侯渊及其四子夏侯荣 曹操任命的 一周次是赵昂 一座赵勇 当场战死 曹操在长安听闻变故 这次急忙袭进 千辛万苦抵达扬平后 见到张和徐皇等人 然后接管防备军务 曹操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 就对夏侯渊阵亡的事 做了点评 曹操强调的是 都帅不应该亲自参加战斗 更何况不录缴纳 曹操还认为夏侯渊 本非能用兵 还说军中流传 私下喊夏侯渊是白帝将军 这个白帝 就是无才的意思 夏侯渊 你真是个扶不起的恶斗 我给你这么好的资源 张和徐皇帮你刷战绩 你给我死的这么难看 夏侯渊打下这么多的疆土 怎么会非能用兵呢 所以历史顾问 巡洋贤渝认为 夏侯渊在关中关系的三次大劫 梁星 韩岁 宋建 主要倚仗了张和和徐皇 等将军的军事能力 所以曹军内部 才有人认为 夏侯渊非能用兵 就是不会打仗 在夏侯渊阵亡后 曹操也认清了这一点 认为夏侯渊 读了那么多的兵书 最后还犯低级错误 又气愤又心疼 才在军策令中写了那句话 希望其他将领 能够引以为戒 瑞哥觉得 夏侯渊打仗又快又烈 确实算是猛将 他指挥张和徐皇等将军 也如必实指 他的军事能力还是不错的 白帝指的是他智魔武多 钢铁直男 上去就是一顿乱砍 碰上法政这样的法师 真的吃亏 正如曹操劝夏侯渊时说 为将当有妾弱时 不可但翅永也 将当以勇为本 行之以至计 但之任勇 以匹复敌尔 夏侯渊的儿子们都很优秀 尤其是夏侯爸和夏侯威 知名度高一些 夏侯敦也有七个儿子 最成器的是夏侯帽 好家伙 游戏里各校能力各位数 是最成器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 夏侯渊的曾孙女夏侯光机 是禁元帝司马瑞的生母 夏侯光机 这名字听起来怎么那么清脆